蒙塞罗大学日前在洛杉矶校本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任命陶纪钦博士为校长 活动当天除了校长陶纪钦外 深盖博士议员廖清和洛杉矶郡长巴格的代表 国会议员赵美兴的代表等嘉宾出席了发布会 并对陶纪钦校长表示信任与祝贺 授予其荣誉证书 陶纪钦博士拥有资深的学术背景 曾担任加州州立大学蒙特利湾分校教授 后在该校创立计算机与设计学院并担任院长 并曾任职于西部学校和学院协会董事会 他表示就职后将推出一系列创新改革 提高教学质量 为在校学生们提供良好的教育资源 这个学校的特点就是 它把我们美国所谓的liber art 就是创造这样机会让个人成长的环境 加上career college 就是让这些同学们在学校里面得到 真正能够动手做事 找到好事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两个结合在一起 我们希望把学校变得很国际化 尤其对于国际学生 包括从中国 台湾 香港 都能要来的学生 我们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 蒙赛罗大学成立于1990年 是美国微软公司长期合作培训基地 20多年来 学校致力于培育商业 科技 媒体等行业的优秀人才 以如何有效应用最新科技为核心 并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学习环境 陶基青博士表示 他将为学生专取更多的学习和实践机会 进一步推动中美文化教育的交流合作 凤凰卫视网好 洛杉矶报道